老花姨每日一早回答一下臭宝们的养花问题 第一话说老花姨我的花猫给买了三天就这得应了 是缺水了吗 你一开始喝水就没给它喝饱了 是缺水的 就是好多的花姨就尤其是这种草花 我身后这些都是送仙 这个是超级送仙 尤其是这种草花缺了水以后它就发尖 浇了水有的话 它怎么没停起来 它没喝够 要是咕咚咕咚的喝 不行就泡一泡 好吗 这种小盆的 它能出多少水啊 不行就泡 好吗 下个臭宝 老花姨再来救救我吧 咋的呢 你这 浴露外面叶子不够什么什么咬食不活 可不可以砍头 你砍了看它 现在粘着涨着吧 现在慢慢涨 浴露相对来说是比较洗阴 比较洗水的 就相对于其他左右来说 相对于其他左右来说 你可以适当的喷一喷水 别给它爆晒了 适当的喷一喷水 让它那种微微潮的感觉 可以吧 通风要好一点 要不然的话 它就长得干干扁扁的 就不好看 不水灵 问一下茶瓜为啥养着养着 就是这么事的了 先看吧 坐标是广州的 广州的你在地上比你自己养强太多了 你看你如果在楼上浇 咱们首先就说楼上浇肯定是这来水 而且楼上也相对来说 这种阳台上比较干燥 你种地上直接啥都解决了 真的宝贝 因为广东那边雨水又多 空气湿度又高 是吧 这个就你福建了 广东了 云南了 这些地方都可以种彩花 直接种就行了 就像我们养月节的花油 就是在羊材上养各种有毛病 好吧 你一定要了解 就是茶花喜欢 相对来说 喜欢冷凉 喜欢温润 喜欢热酸 你掌握都是三个点 没什么大事的 这个就是 哎呀 这个光照不够意思啦 是吧 水浇的比较多啦 就这样子了 下来说吧 你好老花艺 宝莲灯咋的了 看一下 宝莲灯这个呢 就是水大 这个就是水大了 这个别的没啥 就水大 还有一些缺光 宝莲灯不喜欢强光的暴晒 但是呢 你像此时此刻 这种明亮的光是越多越好 不要暴晒就行了 焦水的话 就干了再焦啊 不干不焦啊 还用个那么高 高深莫测的吃盆 你就想吧 不论是养什么花 你就把它当成人穿鞋 你见谁没事 穿个老高的大皮筒袖啊 没事 还得往里边灌点水 他不难受谁难受啊 嗯 你说是吧 你别走着看着 我这看着外面好看 好看要付出代价的 明白吗 不 老花你好 我捡了两只长寿花 真会过日子 这不愧是老花艺的花油 要修剪吗 可以修剪 直接剪吗 你就直接剪 你离根部这么高就剪 留下下面的几个叶片 其余的剪了 剪了以后 你尝试着牵插的玩 留那么长 看啥 长寿花 养得跟踩高桥的事情 剪的 剪的无所谓 剪了就行了 没事 只要下面有叶子 你上面随便 你像咱们这些花 只要下面有牙脸 只要下面有叶子 你七龙呼噜全剪了都没事 一点事都没有 好吧 好 下一个来自于马来西亚的臭宝 咚咚当当 脸书上面的臭宝 我每天都有浇水 你看 你看 这个就是很 很错误的一个点 你不能每天都浇水 宝贝 你这个植物干了再浇 不干不浇 你就把它当成一种狗 之后呢 它像一个田狗一样 它渴了 它会发烟 它会告诉你 它会呼喊你 一个人你给的水很多了 它就膨胀了 一膨胀你也知道 它就飘了 飘了之后 它就开始各种不好了 好吗 然后它说 开花后 治条细条 那肯定的 你水多了 它闲得没事 它就开始交涉淫逸 是吧 碱 现在已经开花了 已经开花了 就给足光照 给足光照 马来西亚 如果说热带雨林 那边雨水比较多 你就适当的 给它放到那种 雨盐的下边 屋檐下边 就别让它淋到 尽量的别让它淋到 就是干了再浇 不干不浇 茉莉相对来说 较为洗干 给足光照 开完之后就修碱 没事 如果粪坑里边整点 因为我卖不了你肥料 最哇塞的肥料 也就粪坑里边 那个肥料了 别的没事 长得还是比较好的 马来西亚的环容 知识无国界 好了 有其他养花问题的臭宝 记得视频要留言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真一 拜拜